剛好提到那個細鎖改成年級跟學這個很重要 所以我們修改的方法記得是從這邊進來 然後從細鎖這邊 細鎖,然後按編輯 我剛剛其實是改了幾個地方,還記得吧 就是把細鎖的這一段程式 把它複製貼到底下 那特別注意 以後如果問說一個聚集 它的單位能不能夠界定 其實很簡單 這個聚集實際上就是從一個sub開頭到一個end sub結束 這個就是一個聚集 這個聚集的名稱叫什麼? 聚集的名稱叫細鎖,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一個程式 它的頭跟尾一定要有 所以有sub就一定要有end sub 所以如果假設沒有end sub的話 這個程式會出錯 比如說你現在執行 像同學常常會漏這個 本來這個沒有複製到 那如果你這樣執行 它會出現什麼狀況? 它會跟你講編譯錯誤 必須是end if 有沒有 而且甚至它會跟你講說 你這邊要加一個end if 有沒有,還是蠻貼心的 所以這個就一個除錯的訊息了 你怎麼辦? 沒關係,如果假設少 你就把它補一下 這邊把它補一下 這樣就OK了嗎? 執行應該就沒問題了 它就不會錯誤了 所以我們剛剛主要是把上個禮拜 還記得吧 這個地方 把細鎖複製貼到底下 變年期 那改的話還記得吧 最要是改這個地方 那當然不用重錄啦 因為你說老師會重錄 是可以 但是我覺得重錄太浪費時間了 不用重錄 那你只需要改幾個地方 第一個 就是郵標放的位置 有沒有,年級是在第二 不是在十一二 所以第一個改這個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 它其實做的動作是什麼 當那個什麼呢 當郵標放進去第二之後 然後輸入公式 所以公式實際上輸入到哪裡 其實輸入就是在第二 那這個地方底下你會發現 它會出現有個關鍵字 你可能會有點看不太懂 這個叫什麼 Active Sale 什麼叫Active 其實顧名思義嘛 就是你郵標放的那個 Sale的話就儲存格啦 有沒有 所以Active Sale 其實是算兩個單字合併在一起 就是你目前郵標所在的那個儲存格 那你郵標所在儲存格 實際上就是哪一個 實際上就是哪一個 OK 所以喔 Active Sale 實際上指的是那個第二 那你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乾脆 我不要用Active Sale 我直接用Range第二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呢 答案當然是肯定的 是可以喔 OK 所以 當然目前我們先不要改喔 那底下的話 你說老師 那我現在執行的話 這個公式不對啊 公式的話 目前喔 有沒有 它在目前的儲存格裡面 輸入Formula就公式 那公式的話呢 就是輸入這一串 這個這一串的話是Labs 那可是我不要這一串喔 我要把這一串改成什麼 改成這一串 所以你就怎麼樣 把這一串喔 複製一下 然後取消 有沒有 然後再切回到VIO Basic 把這個公式貼到這邊來 這樣就OK了 那貼過來之後的話 我有講過喔 有一個地方一定要變 有至少兩個地方一定要變更 第一個地方喔 就是說呢 如果你的公式裡面喔 假如說有這個雙引號的話 那因為 因為城市本身也有雙引號 當成是文字的開頭 文字的結尾 那如果你假設你把這個公式 放到這邊來的話 它會混淆 它不知道說你這個雙引號 到底是我城市裡面的 文字開始 文字結束 還是說你公式裡面的 所以喔 我講過你貼過來之後 記得要 記得多做驗試 就是把公式裡面的雙引號 多加一個 變兩個就可以 它就可以去一個 原來你這個是公式裡面的雙引號 而不是 城市要用的雙引號 OK 所以我們第一步喔 把這一串複製 複製 複製的方法就是 郵標放在這個裡面 然後按複製 記得一定要多按一個取消 不然你切不過來 取消之後的話 切過來 第二步的話呢 再把它貼到哪裡 貼到這邊 這個頭尾嘛 有沒有 雙引號 開頭雙引號結尾的地方 把它貼上 有沒有 然後記得 貼上之後 在雙引號的前 兩個雙引號的後面 再多補一個 OK 就兩個雙引號就OK了 好 那還有一個地方 可能要修改 哪個地方 就是這個Formula是公式 那你會發現喔 它多了一個叫R1C1 一個敘述 那這個R1C1什麼意思啦 其實我跟各位講 你剛才把它刪掉就可以了 因為如果你不刪掉的話 它就會用所謂的那個 R1C1的相對位置 來怎麼講 指定出生格的位置 OK 那什麼叫R 其實R指的是列 E的話指的是第一列的意思 C的話呢 指的是藍 那指的是第一列 意思說從第一列 其實這個 從A1開始當一個基礎 那也就是說 以後如果 只要是指向哪裡呢 指向某一個儲存格的時候 它就是用這樣的敘述方法 有沒有 R C-1有沒有 然後這邊也是R C-1 那可能你會滿足問號 老師為什麼R 後面沒有任何東西的敘述 可是問題 C後面是有一個敘述 剛剛各位講了 R指的是 如果R後面沒有任何東西的話 指的就是同一列的意思 那C的話呢 後面如果有東西的話 如果是正的話呢 是怎麼樣呢 正的話是向右 負的話是向左 所以啦 你可以看到 那你說老師 這個什麼意思 意思是說 你如果假設以哪個當機 比如說你游標把它放C2 假設這個來看 你把游標放C2 那我們接下來的話呢 這個公式裡面不是有一個Labs 這個地方有個R C-1的話 那指的是什麼意思 R指的就是它同一列 同一列的話指的是2 OK 那C的話指的是藍 藍負一的話 意思是說 請你向左邊移動一藍的意思 所以呢 本來是C嘛 那C向右一藍變什麼 變B 所以其實這個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B2 有沒有 可以一照一試吧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 這邊也是B2 所以其實啦 我是跟各位講 以後如果像這種東西 像R1 C1 我基本上你如果聽不懂 你不要知道沒關係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太難懂了 那坊間書籍有一個章節 就專門講這個 你看完之後 我自己都覺得實在太難懂了 所以我基本上我讓你知道 但是我叫你不要學沒關係 因為不知道沒關係啦 你知道這要幹嘛 真的太 所以啊 如果你現在看到那個VBA書裡面 有講到這個章節 我看你不要跳 那你說老師要跳過以後 如果遇到那個輸入工是怎麼辦 很簡單 你不要用R1 C1 也就是R1 C1 Delete掉就好了 當成沒有 沒關係 那你說老師 為什麼會有R1 C1存在 因為你如果是聚齊的時候 它就會幫你產生用R1 C1 預設是用R1 C1 那沒關係 你可以改回來 是可以改的喔 OK 你可以改成什麼 你看得懂的方式 改成像這樣的 OK 好 那這樣就直接輸出 把公式輸出到哪裡呢 輸出到D2儲存格 然後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就是這個 selection.autofill 然後 destination就是 這不是C啦 應該是D 所以要改一下 改成D D2到D58 OK OK 那這樣OK之後的話 我把它先清掉 把這邊先清除 我看一下年級 OK 那如果你做好之後的話 一樣嘛 你就是按F8 我是建議啦 你不要急著一下執行 因為一下執行 它就到底了 你看不出細節 有沒有 這樣執行根本 對了沒錯 但問題細節不知道 那我是建議 你可以優標放這邊 然後按一下 偵錯裡面的F8 我習慣按F8 主行跑一下 有沒有 優標放D2 然後呢 輸入公式 這個時候 這個公式有沒有 就被輸入進來 這邊上面可以看到 然後把它向下填滿到底下 有了 有沒有 那一樣的道理 如果年級可以的話 那學碩士當然也OK 所以學碩士的部分 一樣的道理 可以把它 把它完成 OK 所以請各位再把這邊 複習一下 但是 其實如果講 在終結 比較 可以再更精簡的話 其實我剛剛講過 其實這個ActiveSale 其實指的就是這個Range 所以其實如果你要再更精簡 但是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ActiveSale 直接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這個 就是 RangeD2 點FORMID 直接輸入 就OK了 我再把它跑一下 清除掉一下 有沒有 這邊把它再跑 有沒有 ActiveSale 不需要 直接就把它填下去了 然後向下填滿 但是會發現一個問題 因為 這個應該是不會 Selection 向下填滿 OK 好 有沒有 那你會發現呢 好像是不是 就更精簡了 那實際上 如果假設你直接是指向它的話 那其實說真的 第一行這個是不需要的 所以這個可以把它Delete掉 也就是本來是三行對不對 其實你是可以再輕簡 就不需要了 不過會產生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因為呢 你這邊沒有個Select的動作 沒有Select就沒有Selection 所以呢 它填滿我看看會不會正確 目前是正確啦 可是如果假設你選取的位置在這裡 假設你執行的話應該會錯誤 這個地方 有沒有Selection變成 我假設是在這邊的話 那它就會出現錯誤了 所以怎麼辦呢 其實最後啦 你乾脆可以再做一件事 把Selection直接改成這個Range的儲存 個位置可不可以 其實也是可以的 有沒有 所以這幾個 我覺得你可以把這個改一下 改成直接用Range 第二填工序 然後向下填滿 這樣應該更精簡 OK 再考一下 兩行變 有沒有 所以通通Range第二 輸入公式 然後Range第二填入資料 那不就OK了 兩行就可以搞定了 那最後甚至還可以再怎樣清簡 其實點Formula 我發現這個不加也沒關係 就直接把公式放進去 所以我自己試過 如果你要更簡單的話 連點Formula這個都不要沒關係 所以最後其實是可以 所以再更精簡的話 其實就是這樣 Range第二輸入公式 有沒有 然後再把它向下填滿 就OK了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年期直接拿係數來改 並且稍微精簡它一下 那我大概精簡幾個地方 有沒有 把這個地方改成Range第二 這個記得要把它改成Range第二 其他後面的那個Formula R1 C1也不需要 不過可能記得貼的時候記得喔 雙女號這邊一定要兩個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這個地方把年期的部分 再做一下